又到了香港經典一里賽 經典一里賽,跑完就跑打比 我的馬都報名跑打比 又是平榜,傳統智慧,平榜就選高分 但這場有些特別,不是說高分馬不好 而是有些低分馬,因為跑得少 那些低分馬可能是未來的高分馬 不過他的競賽生涯只是剛開始 還要跑多十場八場,積累加分 才能達到高分馬的水準 所以有些側身馬是初生之族 他跑出來的時候,他不知道自己是高分低分 他一向都是跑,想爭先,想向前 這些是小馬,四歲 他一向都是跑出來的 達心星,上次跑第二 跑一場,贏一場,還未落地 這就不錯 競賽上場是4.4倍 又是莫來拉跑,跑11 這就令到馬迷很失望 一條紙位置都沒有 其實這隻勁駁 也是一里很好的 起風寶和健康愉快 就沒有跑過一里 這次就是測試他的一里的能力 但這兩隻馬,特別是起風寶 都是後上贏的 贏過,然後又跑第三 健康愉快 他初出的時候,就是何摘堯 就是贏了金槍60 然後就贏了健康愉快 這隻馬和金槍60同日出的次數 已經是第二次還是第三次了 這隻馬的近跡都是不錯的 都是很好的 11號天使,梁家俊 這隻馬又是跑一次 贏一次的,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主持選擇1356 1356 13號起風寶 贏過1400 34 健康愉快 135 行運快車,行運快車是怎樣的 田泰安 這隻馬又是從未落地 還未贏過 不過跑過一次Q一次第三 這隻馬是很好的 看票看格子 然後我就 1號是最高分的 也是物有所值的 即是 是值這麼高分的 他的賽職 和他贏了幾場 11號天使 天使隔晚14倍 現在12倍 7號包裝永勝 很奇怪 隔晚大熱沒有來過 2.7 但這隻馬又是 跑過一次 一次第三 從未落地 上一次2.9倍 就沒有了 潘頓跑 就跑第三 是1600米 沙田 那 希斯還有一隻馬 叫做美麗同享 跑第六 上一次 巴道跑 現在轉了國能 13號 嗯 這場馬也是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 想想一些近期好的馬 簡直是梁家俊 我 簡直是天使的原因 就是他已經贏了兩次了 剛剛出賽不久 贏了又贏了 究竟是未來 是否高分馬呢 很有機會是 是嗎 沙田又贏得 范曲又贏得 所以 我看看這隻 一檔 不錯 梁家俊 看看如何和高分馬 比拼 是 3 是啡燈Q 2 2 特斯站好像 騎下去 沒有什麼 嗯 都是有些趕工夫的力度 那不就是計錯數 對 季初衝衝下 要休息一下 回一回 好像很理想 對 好像想得很好 出發應該一定可以 但是第一場已經不行了 嗯 那看看 究竟他是不是瞄準這一場 還是 接下來三頁 打比大賽 還是更加正本氣 如果看回他之前 打比 還有時間 是啊 如果你看到他之前 千八都還可以贏 二千是應該去贏 他一組練好氣 已經贏了 拿夠分 就可以 容易部署 那時候 季初 已經在講這四序賽的事 所以有時候計算 馬都是動物 你怎麼這麼快 什麼時候也是 你都計不到莫黎拉 現在綠色格就是三 喜豐寶 有原因 他出 出 出 出賽紀錄 第一次出來跑 就 莫黎拉跑 贏了 喜豐寶 那場看票也中了 他真的下飛了 喜豐寶 達心聲 一紅一綠 那些高分馬贏 不過我選一隻 就是 低分一點的 不過是出賽少的 可能是未來 是很有表現的馬 博彩性質的 照傳統智慧來說 是應該買1 2 3 就算4 都是高分馬來的 我選擇 我選擇 美麗同響 我閘的 我閘的那隻馬 正在發脾氣 是甚麼馬來的 排了個 七檔 八檔 渣王者 少少扭計 這個正面鏡頭 看不到 好 先出來 其他馬 都還未入閘 還是 開始有點 猛猛的 跑不跑呢 大冷門來的 沙王者 兩支旗都拿著 你不跑啊 沒錯 跑小正 大家留意 24號馬 的沙王者 退出比賽 其他馬 亦都 繼續下飛 例如 行運快車 鐵風寶 巨型冷門 288倍 一對同主馬 都200多倍 9倍是200多倍 其他馬 繼續入閘 象王 美麗同響 好 亦都將那隻沙王者移離 跑道 正式退出比賽 14號馬的沙王者 大家留意 好了 這個時候又搞了什麼馬呢 健康愉快 是一個大外檔的 然後包裝永勝 好 好 順利 接著來就是天使 標之未來 王者 風範 4號馬樂飛 來到24倍 好 天使亦都搞定 標之未來 沒有大問題 飛輪閃耀 亦都如冠入集話 剩下兩隻 3號 和9號 交給雜錢 一兩隻 等一隻熊風堡 全部馬上準備 彌陀蕩八場賽事, 香港經典一理財, 千六米的路程, 準備 隨時起步 黃者風範, 中檔位置黃衣黃帽, 亦都上去第七位, 還有達心聲, 後面那五隻馬, 飛輪閃耀, 六三, 紅眼罩, 在尾五的, 尾四, 幸運快車, 後面三隻, 勁駁, 天字, 包了最後的馬, 是帳王來的 接近這個香港鐵海魚彎, 前面帶頭的馬, 是那隻標之未來, 在它外面包裝永勝, 第三位, 內蘭位置, 還有智慧神區, 第四位, 美麗同享, 內蘭第五, 還有黃者風範, 中檔黃衣, 第六位, 達心聲, 一路在外面, 淺藍衫粉紅帽, 健康愉快 最後, 尾五, 內蘭, 幸運快車, 馬林中間, 六三, 紅眼罩那隻, 大約尾四, 飛輪閃耀, 後面勁駁, 向尾三, 尾以天字, 包了在尾, 都仍是那隻帳王來的 好了, 轉正彎入直路了, 標之未來, 佔先少少, 包裝永勝, 早點插出它, 看看行不行了, 再見到外面位置, 達心聲, 亦都望空打衝鋒, 大外擋, 勁駁, 亦都衝上來, 有反應, 馬林中間, 飛輪閃耀, 沒甚麼位, 不得到最後二百多米, 外面有這隻勁駁, 蓋了上來, 內蘭位置, 還有標之未來, 中間上來的馬, 還有行運快車, 飛輪閃耀, 也都上, 接近中點, 勁駁, 依然是佔先一個身位, 都很有機會, 贏進這場 然後呢, 就是香港經典一理賽, 跑第二名的馬, 是那隻行運快車, 似乎壓住了飛輪閃耀, 第四名呢, 就是那隻標之未來, 結果這場賽事, 這隻勁駁, 上一次呢, 就真的沒甚麼看頭, 但今場馬不同啦, 一邊, 兩邊, 三邊, 四邊, 五邊, 人家閃電邊都是五邊, 那他都是五邊, 輕鬆贏出這場賽事呀 2號的 勁駁, 好像是黃康王一樣的, 上次就跑了 2 5, 推了, 厲害呀, 勁駁 還說之前那台試站, 好像沒甚麼特別啦 哈哈, 像真是不夠跑啊, 天市都不夠跑啊, 都是一些高分馬 1,2,3,4,5也算高分 2,5 2,5 跑出來了 天使 漏雜 漏雜 跑上來都脫了 都要練習一下 出賽經驗太少 雖然都是4歲 達心星在第7位 智慧神區第4位美麗同享 內蘭第5位還有王者風範 中档王衫第6位達心星 一直在外面 淺藍衫粉紅帽健康愉快 最後 美5內蘭幸運快車 馬林中間六三紅眼爪 大約美4左右 飛輪閃耀 後些勁駁向美3 以天使包作學妹 都仍是一隻帳王 那隻勁駁上次 莫雷拉4.4倍跑第11 現在 頭一個星期 就衝上來了 勁駁這隻馬 是很有耐在實力的 後上 跑400米同里 很厲害 這個 舌欣 冷門騎司 25 好啊 好啊 請 好啊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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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